原标题张子轩直播被骂怎么回事 陈赫实力宠妻竟然这样回对 虽然陈赫和前妻许静离婚的事 已经过了许久 双方也都做出了解释 但依旧有网友为许静打抱不平 当年张子轩陈赫怎么好上的呢 张子轩是不是小三 最近张子轩直播被骂 具体又是怎么一回事 张子轩直播被骂陈赫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张子轩直播被骂陈赫实力宠妻张子轩 直播被骂回应网友最近张子轩和几个朋友 在直播的时候被网友骂小三 而张子轩当场回应 我不是 那么张子轩陈赫怎么好上的呢 张子轩是不是小三 其实双方当事人早就澄清过了陈赫和许静离婚之后 才和张子轩在一起的 所以张子轩不是小三 至于张子轩陈赫怎么好上的 就是和大部分娱乐圈的情侣一样 因为拍戏在一起日久生情好上的张子轩直播 被骂陈赫实力宠妻张子轩直播被骂 他回应表示 没关系都已经被网友骂习惯了 如果他们骂明星可以解气的话那就骂 总比去学校伤害孩子要好这样的张子轩 其实也挺让人心疼的张子轩是不是小三 当然不是 张子轩直播被骂陈赫实力宠妻张子轩直播被骂陈赫实力宠妻 看到老婆被骂陈赫并没有和网友直接对起来 而是默默地送礼物给妻子 并且刷到了礼物榜第一 陈赫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妻子张子轩直播被骂陈赫 用这样的行为去支持他 也是很暖心了 婚后张子轩陈赫育有一女 为了照顾家庭张子轩 渐渐淡出娱乐圈 人家小两吼过着幸福的生活 网友们别瞎讲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